再来看到春节国道免收费时间延长为十个小时 现在提早从小年夜到年初五晚上九点开始到隔天清晨七点都是免费的 不过如此一来造成更多用路人要抢国道免收费的时段上路 恐怕让交通还会更塞 现在北高通行时间呢恐怕从原本计划的六个小时拉长到八个小时 而公共局也公布了五大地雷时段 因此不少民众为了打发塞车时间准备了许多疏压小物 像是有人打算唱KTV有的人敷面膜 要让等待的时间也能够跟这个亲友交流感情 打开后车厢满满都是打发时间的疏压小物 春节开车上国道最讨厌塞车 不过今年塞车情况可能更严重 许多出远门的民众早就想好打发时间的好方法 一群朋友在车上欢乐合唱 热计划趁着年假和几个死党到南部旅行 就怕塞车坏了性质 准备许多法宝打发等待时间 其中KTV最能炒热气氛 除了唱歌注重怡荣的他也不忘准备面膜 不止打发时间还能兼具保养 玩手机啊 然后睡觉 吃东西 拍照 我本身是比较属于开朗的 所以应该就是赋予潮乐气氛这样 等待时间玩手机小游戏也很夯 当然临时饮料也少不了 吃饱了再看个漫画也能疏解塞车压力 春节国道继承免费时间延长 从小年夜到初五 每天晚上九点起到隔天早上七点 上国道免收费比原本增加三小时 高工区评估南下初二初三双向 初四北上最塞车 还要避开五大塞车避雷时段 29号小年夜从下午三点开始涌现 除夕初二大家都想早回家 早上五点到七点间最塞车 初三初四高工区建议 最好提早下午以前 或者过了晚上十二点上国道 并还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塞车 尖峰时间 避免国道塞车坏了 出游心情 记者王称伟胡卫婷 台北采访报道